今天地震完的時候我就嚇瘋了 我馬上衝出去找貓 因為貓就嚇到都躲起來了 後來就兩隻都找出來了 就一直摸 才摸到一半 余震又來了 然後我就抱著他們 就躲在桌子底下 我剛剛舒嬅說是驚魂未定 我就在那邊找避難包 因為我是被搖醒的 我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的感覺 我想說是什麼鬧鐘怎麼這麼立體 然後醒來之後就發現是地震 然後馬上衝出去找貓 因為貓就嚇到都躲起來了 後來就兩隻都找出來了 就一直摸 才摸到一半 余震又來了 然後我就抱著他們 就躲在桌子底下 然後一直說沒事沒事 但他們很怕 跑掉的過程當中 有一隻就邊跑邊尿尿 就嚇到了 加速幾個 六樓 六樓的搖得很厲害嗎 我覺得很大耶 我是真的嚇到了 什麼人 他不在台北 你自己打那邊很痛悲嗎 就是我跟他說地震了 就馬上打來說怎麼樣啊還好嗎 然後我就講了一連串說 家裡什麼東西掉了 然後貓咪什麼了 什麼的 所以你要準備抵震嗎 我已經 喔對對對 我要跟你們分享 我剛剛出門前才說 我買了 裡面會有那種防震的帽子 然後還有那種防煙的 比方說火災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防那個煙的那個袋子 也是就是頭套 我真的覺得非常需要買 因為還有手套 手電筒 還有收音機 各種就是在病難的時候 乾糧要另外補進去 今天自己做完的時候我就嚇瘋了 我剛剛舒嬅說是驚魂未定 我就在那邊找 病難包 找得很仔細 就是把所有需要用的東西都買到 還有放N95口罩 他們說樓垮的時候啊 吸入的東西可能會變成什麼 吸入式肺炎 所以就是口罩也要備著 對 是不是很重要 然後乾糧要放可能那種三年的 然後水 可能可以放個飽酒乳運動飲料 就是希望不要遇到啦 如果不要用到會比較好 我現在是真的把你嚇瘋了 嚇瘋了 我真的嚇瘋了 我現在每次這樣講的時候 身邊的朋友都會笑我說 你到時候一定會翹課的啦 什麼的 大家都講說 去日本的時候都會 好像很認真 很熱衷的想要去上課 但是真的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想要 更融入那些環境 要跟更多日本人講話 他覺得這樣子學更快 大家都說我一定會出去 去玩啊 或者去逛街買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好像 只會想要去拍照比較多 當時候行李箱八個回來